美國總統川普的醫生蕭恩·康麗 週六在白宮發表的備忘錄中寫道 昨晚與總統就新冠狀病毒檢測 進行了深入討論之後 他選擇進行檢測 今天晚上我接到確認 檢測結果陰性 川普接受武漢冠狀病毒檢測 是因為上週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訪問時 川普會見了博爾索納羅的新聞助理 布恩·加騰 而布恩·加騰幾天後 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川普在測試結果呈陰性後 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圖 上面寫著 當美國受到考驗時 美國能盈難而上 應對挑戰 川普週六還通過推特宣布 3月15日為美國祈禱日 希望美國在對抗疫情時得到神的幫助 早日控制疫情 讓美國人恢復正常的生活 他將在美東時間週日上午11點 在喬治亞州蓋恩·斯維爾的自由禮拜教堂參加祈禱 川普之前的推文還說 我很榮幸地宣布3月15日為全國祈禱日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過程中 在這樣的時刻 我們的國家總會尋求神的保護和力量 無論您身在何處 我都鼓勵您 踐行這基於信仰的行動 祈禱 我們凝聚在一起 將輕鬆戰勝瘟疫 從1988年開始 每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四 是美國一年一度的國家祈禱日 今年應該是5月7日 但在目前的非常時刻 川普將祈禱日提前到3月15日 新唐人記者徐哲、陳海月綜合報導